歡迎收看 歡迎收看 穿越康熙 今天呢 今天要穿越這個主題很特別 對 就是很多來賓呢 來上過康熙之後 一炮而紅 對 有的節目呢 自己紅 拿紅了以後呢 還能夠延伸出 其他那個Baby節目出來 這就是康熙的魅力所長 不得了 因為從以前到現在呢 隨便說一大堆國光幫幫忙啊 王台大間諜啊 對不對 雅典鬧轟趴 娘娘嫁到 對啊 還有一個 這個大家可能比較沒聽過 但是我倒還記得 老闆請用我 對 都是延伸至康熙來的 因為藝人在康熙來的紅了嘛 那所以呢 因為 康熙來這個節目 就很多製作單位啊 工作人員 都會相當的注意 就覺得說 那歸納出一票人 然後另外來開個節目 那往往這些節目呢 本身呢 就能夠創造 很高的收視率 對 所以呢 今天要做這樣的一個回顧 那這樣那個回顧呢 一定要邀請到我們 堪稱為康熙第一代的製作人 對 來到我們現場 那他本身呢 也是因為康熙這個節目 然後他又去開了別的節目 沒錯... 堪稱為這個 康熙Baby節目的代表人之一 沒錯 小梁 梁二群 小梁哥 大家好 不得了啦 那個...那時候參加康熙的製作 是幾年前的往事 應該是大概初期的前面的一年 因為剛剛玉琳哥有講到那個 國王幫忙的部分 因為那個時候 他們第一次來的時候啊 收視率就非常好 因為沒有想到說 他們幾個人在學校 居然在學校可以做出這些事情 在學校幹了一些鳥事 老師在前面上課 他們在下面吃火鍋 吃火鍋啦 太誇張了 太聰謬了 對 而且因為他們學校 其實人數不多啊 他們還可以跟鄰近的學校啊 討讀啊 中間有很多的往事 他們都在節目裡面有講過 國王幫幫忙喔 這個算是這個康熙延伸節目 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個 而且應該也算是第一個嘛 第一個延伸出去的 對 因為到現在還在做 所以呢 我們利用這個機會呢 也來回顧一下 國王幫幫忙他們當時呢 這三位男生的精采評論 你有照過你弟弟嗎 就任何狀況下 就他需要被欺負這些 你會照他嗎 還是你就算了 會 我會去講一講 我說怎麼會這樣子呢 真的啊 對啊 我會去講一講 什麼事情 為什麼要這樣子 像什麼事情出過面 就譬如說像他們這種事情啊 然後我就問孫鵬他們說 怎麼回事啊 孫鵬他們說 沒有啊 就不用上課啊 這樣出來不是很爽 對他們的觀念是這樣 對啊 我就變成 好 你都沒有照到啊 你這樣子就算啊 但其實嚴格講起來 他們對他其實 他們跟他們在一起交往都還不錯 算完啦 這算是完啦 康哥你有被打過嗎 沒有 沒有啊 有被虐待過 就張勢嘛 上個上課上排我們班 報告教官找班長 我就去 然後去他們辦公室 那孫鵬就是已經 呈現半瘋狂狀態 頭髮也亂了 拿一個大的那個水管 他就敲一下 我說他在幹嘛 然後一進去 他就看到我 哈哈 過來 我就過來 裝四字快點 我就 沈蒼螺 你真的裝 你真的裝啊 你裝啊 不然他抽下來多痛 所以孫鵬是那個訓獸師 你是獅子 對 然後那裝是獅子 阿 kilka 剛剛在旁邊很爽 他不知道是爽的 他就從充電拿著半瓶照星球 喝酒 我上課 喝酒 然後 然後 喝完 那我想說喝了也喝有點醉 很高興在學長班教室 你回去上課 朋友快 抓著頭髮 他搬回來把我推進去 老實說 你怎麼有酒味 沒有... 他在酒就是這樣 好可怕的一個學校 所以張士跟扭成哲 你應該比較恨張士吧 張士是...張士跟孫鵬 是屬於情緒不穩定型 那孫鵬有一個神經病 他也是 他以前騎維士牌 孫鵬我看他滿正常的啊 他病了他 對不起... 在這邊先解釋一下 國防幫忙很多神經病 那我為什麼確定孫鵬有神經病呢 因為以前有一次我去上學 早上大概七點多 快八點 他在學校門口等我 騎摩托車坐在那邊 上車 我去哪裡啊 遲到了 等一下 我們去喝咖啡 好...就騎車去陽明山 不是 去遠山飯店喝咖啡 那一中途他騎很快 八十 他開始騎 因為那個位子 把位子都一條了嗎 他就開始往後撐這樣 然後我就整個就掛在後面 不要鬧了啦... 不要鬧了啦 不要鬧了啦 就這樣 他很驚人耶 他怎麼有這一面呢 他死出來的招都很狠 結果跟他聊一聊你就會發現 我們在聊的是迪音的前老公孫鵬嗎 是... 他當事我真的覺得長得有點那個樣子 我覺得當事感覺真的滿瘋狂的 可是孫鵬我真的沒有想到 他在螢幕上就是一個柔情的男子啊 虐待 我真的啦 什麼不要鬧了你知道 然後最後我是騙他 我說 因為偉智牌後面不是有一個燈嗎 煞車燈嗎 那我跟他說 煞車燈被我捉破了 真的假的 他馬上停車 沒有破號啦 那你會停嗎 你知道 因為像孫鵬他有個生命 像我們站那邊啊 那以前不是內褲嗎 對不對 孫鵬又會把手伸進去 那時候都穿三角 他會把你那個內褲提到那麼高 你這樣 你這樣啊 啊 啊 笑不到 他就啊 然後背著走 然後過了他 對 然後過了他把那個 手一放開的時候 你的內褲就這邊合身 這邊是到膝蓋 真的沒想到孫鵬是這種人耶 我覺得孫鵬是最有創意的一個 對啊 內褲穿成吊帶褲喔 你們國光之前應該拍成電影啊 你們比在電影裡面還好嗎 我最近在寫這個劇本 你後來長大進入演藝圈之後 你還有再遇到孫鵬嗎 有啊 常常啊 結果咧 你們是什麼樣的態度交談 我對他是有點敬畏 因為他經常會發神經 他這個很奇怪 他可以在兩分鐘之內 是變成另外一個人 剛剛還跟妳講 小燕 我們一定要好好的怎麼樣 對啊... 然後下一刻他就... 所以你在演藝圈 多年來就裝出正常的樣子 真是苦了你 也不是裝啦 因為工作嘛 等一下 等一下 我真的一直以來都覺得 你就是一個那種 紓身型的演 溫文如雅 對 溫文如雅 你剛剛那個爵士舞已經讓我快要 剛剛更崩潰了 你可不可以解釋一下 你為什麼要叫他當獅子啊 沒有 那個有一個汽車廠牌不是標誌嗎 他不是一個獅子頭這樣 那個嘴巴這樣很大側面這樣 我們就覺得 這應該找誰來表演一下 因為我們那時候在 想到這個東西 找小康 好 找事 快點把他叫出來 報告老師 找小康 為什麼要找他 因為我們那時候在喝酒 翹課在那個不是房間 在教室裡喝酒 他翹課了還在教室 不是 因為我們 我們的教室 好多教室 我們主教室是三個科系 都在那邊上學科 術科就分出去 舞蹈科 戲劇教室 舞蹈教室 那翹課的人都會集中在 某一個教室 然後呢 我為什麼要叫小康 因為我們那時候就 大家喝一喝就很想小康 叫他上來玩 他上來玩講那麼好聽 你剛剛就要整他 沒有… 其實叫他上來玩 因為其實說實話 小康很耐整 你知道嗎 就因為他耐整 然後我們就會一直想 要想最新鮮 最好玩 就無限的這樣子 你知道嗎 他激發你們很多衝藝 其實因為每次玩完以後 大家都很開心 誰開心 你覺得他開心 不像只有你跟張氏開心吧 其實小康他會這樣講 他也是在回味 很懷念那個 對… 其實我們那四年下來 都是這樣過來的 所以當時你有用那水管抽他嗎 有 為什麼 有時候是假抽你知道 那喝了酒啊 就失手 這也很不好意思 小康對不起… 小康說真抽啊 沒有…假抽… 還繼續獅子 知道… 都聊 可是我們那時候在學校 這種是屬於玩 很平常的 不是整人 大家就想個遊戲來玩這樣 你把頭中康扒光過幾次 連脫褲子大概忘了很多次了 就是脫褲子是最基本的 真的 我們脫褲子不是只脫外褲 那看到他穿運動服的時候 就連內褲要一起這樣走 旁邊一抓整個就會脫下來 就當著全校的面前嗎 盡量 盡量 只要他穿著運動褲就要下去 那就看到他 小康說運動褲 然後就走到後面 然後因為你旁邊要抓很緊 他就抓到內褲 外褲就很容易脫嘛 內褲這樣抓起來 然後我們就跑 那他叫裸露嗎 裸露 你們有看到那個下體嗎 有 他們聽過尖叫 他們班比較多吧 有一次比較清楚是 我們學校沒有操場 借小學 借一個民論國小 對 然後那天 那天剛好是四年級 我們四年級 他們一年級 兩班同時的體育課 他們在挑那個木箱 有... 對 然後我們這一班呢 就在這邊拉單槓 然後中間隔一個跑道 我原來就看小康也在 我說張志 小康也在 那小康在扶那個木箱嘛 不是跳木箱不是要有... 小康在扶木箱 脫褲子 好 結果過去 我說脫了要把他褲子搶走 所以要給他穿 脫了以後呢 把褲子硬扒下來 然後他光屁股抱住下底 窩在木箱旁邊 結果你們讓他裸下半身裸了 怎麼覺得 就是他們那個體育老師翻臉 我們把褲子換回來 真的喔 換回來 你有看到嗎 對不起... 他是另外一集 可是你知道嗎 重點是小康這種... 這個時候他還是笑得很開心 他也是狂笑 抱住 這樣 他怎麼搞的 所以嘛 所以我們就是好 他其實早就想露下底 只是一直沒有辦法 自己不好意思 自己 對 所以體育老師可能是 對他翻臉 有這麼無恥 星期來了呢 曾經召集過一組同學 這組同學 在光臨了康起來之後 創下了非常高的收視率 然後他們結果出去呢 自己開家立業 結果他們的節目 收視率更是高得嚇人 我們歡迎這三位 國光幫的同學 謝謝 謝謝 兩顆歡迎你們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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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要擺出鄉下人的樣子啊 是 請坐吧...請坐... 不是手拉的嗎 自動的 你真的電操作嗎 感應了 你看 感應了 你看 好厲害喔 多酷 你還是會開夜店的呢 你沒見過自動門 我們國光幫什麼時候 可以有這自動門啊 對啊 羨慕... 不要這樣子 你們有酒喝不是嗎 有... 那手中框有出過唱片嗎以前 有 有 唱啦 兩張 兩張耶 唱啦 你唱到什麼歌嗎 中打歌啊 我以前的歌啊 我看過她的唱片專輯 你不是會唱 就很唱 我唱第一專輯 你唱第二專輯啊 第一專輯是什麼 不知哪位 過分熱情的同學 將我們的名字寫在上面 第一專輯 你怎麼會唱 以前她那時候出唱片的時候 我們天天混在一起嘛 還陪她去錄音 在學校的時候 那個什麼...沒有 那個是20出頭的時候 22歲左右 對 聽過剛剛那首歌嗎 我想聽副歌耶 可以嗎 副歌 因為我聽搞不好真的有印象 強強酒 對 太快沒展到那個副歌曲 我忘了副歌歷史 因為是十幾年前的書 然後第二張唱片 第二張專輯 坐台北的一場大雨 走在台北的一場大雨裡 我的身邊已經沒有你 那些... 你是誰出啊 就我出的啊 就是我後來就很少就唱這個 對啊 對 因為她每天被我唱過 對 但她們有沒有覺得 弥漫一種老人的氣息 對 她們在想... 隔閃不起來 書唱片這個詩是... 太十幾年前了 我剛退伍23歲的事情 所以對不起 剛剛真的小看你了 你才是歌音那麼多 沒有 開過個人演唱會 我們只是歌手而已 對 Selina 你覺得剛剛她們三個人 都唱過歌 誰的歌聲最好 曲歌嗎 不是老... 是老歌實際很少 對 然後最搭訓 她也很敢唱啊 中戲十足啊 她是美聲的 她最會唱的就是菲玉琴的歌 真的假的 有... 有一定有 哪有... 來... 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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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低一點... 好美喔 讓我們互到一生萬難 送走這燦爛的一天 沒氣耶 不會 很好 好 再來... 再來... 歌詞不會 我只會唱這兩首 就虎人用的 你是講過 對... 你也好厲害喔 對 還是妳有... 妳有他們那個... 費家人的表情出現耶 對 有嗎 就剛剛臉上有... 臉上有上那個 橫樹法師的表情 對 是不是 她還有一個絕招 她還有一個小才贏 什麼 什麼才贏 就是她會模仿泰國人唱歌 這個太棒了 妳怎麼知道 我有看電視 口光幫對不對 對 真的太棒了 我覺得去客一定要表演一下 來... 我想看 我想看的 超可愛 好 接下來的問題呢 要請教走鐘康先生了 好 問題準備好了咩 好 請發問 請問 你聽到小嫻的名字 還會心痛嗎 快點... 快點... 請問 你是一個單身熟男 當你有生理需求時 你該怎麼辦呢 看A片打手槍 如果另外兩個人 同時掉入大海 你會選擇先救誰呢 我會先救曲洪恆 因為曲洪恆游泳真的很呆 那我想 我會先把這塊淹死的拉起來 再去救生潑 OK 如果向立文和小嫻 同時掉入大海 你會選擇先救誰呢 我先把我自己淹死 如果SHE同時掉入大海 你會選擇先救誰呢 你要不要先掉入大海 生氣 接下來 好 三位起立 接下來這一題請SHE回答 請三位站在這邊 三位 面向鏡頭站好 請SHE回答 如果國光幫三位同時掉入大海 你會先救誰呢 請走過去擁抱他 來 作答 來 作答 好 不要動... 抱好 不要動... 沈澎 你知道沒有人抱你啊 我知道 我當然知道 你感覺啊 所以不是因為有人害羞 是真的後面沒有人 對 OK 好 那你這樣你旁邊兩個人 誰的那個人數多一點 這個...你怎麼站中間呢 沒有... 你沒有想到他票數最高 沒有 我沒有想到 我也沒想到 抱你的... 請告訴我抱你的人是誰 我想去看他的表情是什麼 這個... Ella Ella Ella這麼... 你有料到Ella這麼愛妳 因為她剛剛有講話 所以我聽到... OK 所以童童童童 你一開始就知道 在你背後的會是SELENA嗎 我想基於這個 我們大臉子的話 好快喔... 現在他對他真的很好笑 但是很難想像說 小康哥是會被整的那個角色 因為他的樣子真的不像 對啊 因為他樣子 因為我們看到他就是 小康哥... 就是那種大哥的那種感覺 而且滿多新人看到他 都還滿敬畏的 對 很敬畏的 怎麼會以前是這樣 叫... 對 但是那個彭哥後來 在這個國王幫忙的時候 就有展露一點 他在學校的那個樣子 因為他在國王幫忙 是屬於那一種呢 會鍛鍊那個新人 就叫他們 對 甚至會 會體罰新人的那一種 所以看得出來 有一點影子在上面 對...這是國王幫忙 那接下來這個節目呢 也是屬於 代表性的節目之一 因為這個節目呢 也是對我來講 有知慾之恩 然後因為我在那個節目呢 也做了很多很奇特的表演 常常去參與 對 那個... 因為那時候收視率高 所以呢 隨便幹嘛呢 也都很多人會看到這樣子 然後那個節目的主持人 也在現場 也在現場 對 這個王台大間諜 就是小梁哥跟國倫老師的 這個節目 對... 但是你跟國倫老師 並沒有同台一起 對 比較特別一點 那時候是在國光同台比較多 對... 那反而你們是分別上康熙 對 然後因為上的時候 收視率都很高 是 所以呢 乾脆就把這兩個 高收視率的呢 湊在一起看看會怎樣 對 當初除了我們兩個之外 還有其他的神經病 比如說玉琳哥啊 趙哥啊 那一些... 還有一些我們幕後的工作同仁 都是在那個時候 算是班底 玉琳哥也算班底之一 就常常參與 所以他們的狀況 跟國光幫幫忙 三個人本來就是同校 有一定的交情了 所以在一起的狀況不一樣 對 那跟國倫老師本來就互相不認識 在這兩個不同的家庭 而且來自不同領域 一個是音樂界 那應酬在一起 那果不其然 就傳出不合的新聞 我無數次看到 當國倫老師開口講話的時候 小梁哥是翻白眼的狀態 可能那一天中感冒啊 那個算是你第一次主持節目 對 那個時候我還記得就是 我們跟詹哥 約在華氏後面的一個星巴克 當然還有當時的製作人 那我們就在那邊的時候 我其實旁邊有一個公車站牌 然後他說小梁啊 你看一下 很多人在等公車對不對 你希望就成為那些等公車裡面的 默默的其中一個嗎 還是你覺得你以後 可能不需要等公車了 你可能會有另外的... 喂 開公車幹嘛 另外的發展咧 他有一些比喻給我聽 那個時候我自己也是天人交戰 因為我那時候本來就有工作在做嘛 有節目在做 那到底要不要跨出這一步 其實想得滿久 一語驚醒 夢中人這樣 對... 就毅然決然決意 因為他們第一集開錄去 那個第一集的景象堪稱災難 災難... 就是離心離德 對 他們就各講各的 然後整個也鬥不起來 那我以我製作的專業想說 這個節目完蛋了 這個節目這樣子像話嗎 也不要說一季啦 真離奇 他們播出的時候怎樣 你知道嗎 把他們當時離心離德啊 然後接不上話啊 那些所謂我們認為很多瑕疵 原版照播 是... 變成一個特色 是嗎 對 那反而看著大家哈哈笑 因為沒有看過這樣的主持 主持搭檔 後來好的開始以後 就成功了一半嘛 結果後來錄訓了 就走得很順這樣 而且第一集錄影的時候 創談話性節目的一個紀錄 什麼紀錄呢 一集的節目內容 大概錄了五個小時 對 一集 玉琳哥也在場 我在...在場 對 那怎麼剪 不斷的NG再NG這樣 但是他們就是把這些瑕疵 全部都完整播出啊 那我很想看那個 對 那個完整版 像我們如果要剪這種畫面 就沒辦法 因為我們就是完美嘛 我們不會有什麼瑕疵 我們就很清楚 我們是快 準 很... 對... 對 那個就是... 那個是渾然天真 對 主要是我們錄的時間 其實也沒那麼長 對... 好 我們來看看那個 那個梁鶴群跟黃國倫說 分別在康熙來的精采表現 請看 好帥喔 帥... 好帥喔 好帥喔 帥... 帥... 好帥喔 我們是不是上錯節目了 奇怪喔 怎麼會這樣 要不要主持啊 主持人 主持人 說話 今天我以為... 摩托車停了啊你 你公平到地板嗎 這位先生 我們走了 不要錄了 主持人真的可以自己耍鼻子 今天有一個重大的事情要宣布 是 我覺得這樣主... 這樣會弄一集對不對 好 讓他們主持... 今天有重大的事情要宣布 是... 外面一直有人說 我們要開一個新的帶走節目 對... 就是這個節目 就是這個節目嗎 對 那我們上錯節目了 主持人 回來... 大家回來 那會有人看嗎 回來 你走 不要這樣 他賣主持人一個面子這樣 所以... 楊盛群才說了一個我 你們就半戀 張三維 你走啊 不要這樣 主持人不要跟賴賓鬧不起 對 算了...我們回到主題 老師 那這個... 而且因為喔 這個節目的傳播 場話長... 他們就是康熙來的嘛 那我們呢 我們是 你們不是叫黃良一夢嗎 不是 老師 你的tempo太慢了啦 不要快一點好不好 你們自己主持的那個節目tempo 也是這樣子嗎 沒有... 好 我就講 其實我們叫黃良一夢 為什麼 為什麼叫黃良一夢 因為我是黃國人 我是梁赫群 是這個意思嗎 對啊 因為... 這應該一般人都聽得懂吧 但是我要先聲明 這個給... 這個黃良一夢 不是蔡康永翔 喔 那是... 是我想的 真的 你們從第一句話到現在 都是這個答案 就是 Who care 算了 這個黃良一夢 對你來說是什麼 不要 黃良一夢 趕快tempo快一點 黃良一夢對我來說 我要唱的好不好 喔 你要唱嗎 阿咪老師吸聽 我們聽到聽嗎 他唱啊 他唱什麼 這是我跟你的感覺啦 好可愛喔 彷彿如同一場夢 你我如此短暫的相逢 那節目才開就短暫 你像一陣寒風 暖暖嗖嗖 吹入我心中 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 而且你我真的要開節目 而且還是每天帶裝節目 如果能做康熙來了 誰還要做黃良一夢 誰還要做黃良一夢 我不敢相信我會主持 還敢兩個去 沒有我壓运耶 沒有我壓运耶 我每天祈禱 希望這個節目收拾穿紅 但我想這一切都只是黃良一夢 好可愛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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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沒...還沒節目 他們節目還沒開始 而且感覺在做紀錄 好像在做... 好像在做告別聲 很逼瘋 我跟你講 連老兵看你們節目都會抓狂 這什麼 其實節目也太怕了吧 這什麼啊 以為電視是故障 不好意思 你知道為什麼 因為大家已經看... 慣了所謂台灣的綜藝節目 老兵很久沒有倆光了 我跟你講 真的 你們節目主題是 把老兵惹毛 我跟你講 不管是老兵 新兵 什麼兵 我們都要把他惹毛 好啦 我們歡迎這兩位 新上來的帶上節目出現 真的 我跟你講 黃哥還有兩位選 老師 他會打斷你 但是我跟你講 哈囉 請你說 換座位掉在座位 好 恭喜你們兩位 剛剛有一個心情不好 因為他製作人 然後賀群自己當主持人了 真誠心情如何 對啊 所以你製作人的工作 還要再保留住 我還是會繼續做 你不能這樣吧 目前幕後都搶光 他是你以前的製作人對不對 現在新節目製作人也是他 老師 剛剛看完跟人問說 這個節目的名稱到底是什麼 對 真實名稱 請講 王牌 我們錄人一次好了 好 王牌 大間諜 為什麼要分兩個人講 我也不知道 因為我是王牌 他是大間諜 OK啊 沒有啦 因為這個節目叫 你們節目真的會把人家惹毛 所以觀眾會一邊看一邊 很多問號衝出來 沒有 因為好 因為這個王牌大間諜 我們來試一次 歡迎收看康熙 來了 其實我跟你講 你們這樣做收視率會高 我啊 因為你會把老兵的毛 因為老兵會起來看 真的 你現在面對衝而比要怎麼辦 就是... 沒有 你就用我手拿的事 要用筷子是不是 如果用手拿 然後給你洗手 這樣可以嗎 其實你不用對我那麼好 我等一下忍受一下 我試試看喔 我吃它 然後我不洗手 我聽得我都難受 那我看我會忍多久 然後... 奪門而出 可是聽說他手油心情會不好耶 不過沒關係 我試試看 他用整隻手抓耶 好難受喔 你幹嘛還捏那個油你... 你為什麼要用手指在上面磨縮 你有沒有感覺太多油 老師 你現在會很難受嗎 還是也沒那麼嚴重 你可以啊 有人在後面 OK 好難過喔 嘴唇油沒有關係對不對 好 我試試看 我覺得新節目給他打擊很大 真的耶 他現在整個人開了啊 對啊 整個人嘴唇聲 有一種放棄的感覺 就醉招也不過就是跟他搭檔 你有時間嗎 這畫面老兵會不會喜歡 我覺得會耶 如果我能這樣撐過一集 你要不要覺得我得到釋放 對 我覺得你會得到很大很大的突破 真的嗎 製作人 做兩集好不好 就是要不要拍你拿那個蔥油餅嗎 然後一直拍 時間一定會動 我其實有個問題耶 就如果蔥油餅一直在手上 你就不會覺得手油對不對 因為你拿著東西嘛 我覺得你好準喔 我覺得他比你還準 受教了 想要東西在就好對不對 不行... 快吃飯點 把他蔥油餅拿走 我跟你講 因為我還沒吃飯 各位幫我吃一下 你等一下再來拿了 你這死鬼 你幹嘛 沒有味道了 還有另外兩片嗎 好 所以黃國恩在吃蔥油餅的時候呢 我們要了解一下那個梁赫群先生的恐懼 梁赫群先生的恐懼其實很正常 就是... 我們那個是普遍的人都怕嗎 對 所以你... 聽說你們公司有養這個東西啊 不是 是這樣的 因為你知道啦 這個製作公司做節目啊 難免都會養一些小動物喔 那幹什麼呢 真的嗎 也不外的就是說 為了恐怖鄉這樣類似的活動 在處理的嘛 所以沈玉琳辦公室可能有老虎啦 有獅子啊 對 恐龍之類的 不是玉琳哥的公司 那因為呢 那個梁赫群製作呢 你每次要去跟人家借 然後又要拿去還 是很麻煩的事 黃國你還好嗎 你怎麼有要吐的表情啊 沒有 我... 不舒服了 我是聽到他的故事想吐 我不是說 快點講 你可不可以繼續這樣 好 那所以呢 公司呢 都會呢 油癢 你開始意識到油這件事了 對 其實我油了以後 我就... 這世界已經都有關閉了 有...就閉節目 曾經有發生過這種事 就是說像黃小榮很怕魚 所以他只要發現 有魚在現場之後 他整個人就已經出去了 對 他沒有辦法follow這個節目 他心情會不好 然後他就一直坐立不安 你現在是這樣對不對 其實我還好 我覺得我需要過這一關 可是你要... 你要不要我們幫你 把窗戶餅拿掉 還是你要捏著它 但是我又不能裝作 我覺得我滿壓抑的 你可以這樣做耶 我們節目還沒有來賓 把餅炸到他了 這樣節目大家會想看嗎 會喔 我覺得很多味道人士想看喔 還有老兵 好啦 梁赫群 你們公司養了哪些動物 就是有養什麼老鼠啊蛇啊 這些東西 他養那個老鼠啊 最後呢也脫逃出來了 然後就在我們的公司亂咬 我們拜拜的東西 全部被那老鼠吃完 連電話線也被他咬斷 然後這是老鼠的部分 那還有蛇的部分 蛇也是...因為蛇也... 公司也養蛇 對 有的也很活潑 他們也會逃脫出來 不可能 我以前在加州有養蛇 他們怎麼逃得出來 真的 剛剛這是有一個故事的 有一天呢 我在跟我的長官講話 然後我們就在他的房間裡面嘛 然後比如說 我就是長官的位置 然後我跟長官面對面嘛 然後我就跟長官講話 講話講一講呢 突然長官看了看他的 那個小房間的門口 然後說還走過去說 這怎麼會是這樣啊 然後他走過去蹲下來 跟那個蛇說 乖啊 你怎麼跑到這來了 就是說那個長官他是完全不怕蛇的 可是我聽了我已經整個彈起來了 然後我就站在那個椅子上 然後他還很從容不迫的打電話 你站在椅子上 我站在椅子上 立刻彈上去 你怎麼跳上去 因為蛇在地面的啊 你一定要在高處不是嗎 你瞬間這樣跳上去 對... 可是蛇也會沿著椅子腳往上跑 沒有 他... 沒有看過Discovery 很多蛇會沿樹幹進去往上 就爬樹這樣 沒有 當時情急之下沒有想到 好有畫面 那個畫面好棒喔 然後長官啊 然後長官啊 他很從容不迫的啊 他就打電話跟那個子儀之后講說 那個有蛇跑出來 你們趕快來處理一下 然後他是很優雅的 可是我已經真的嚇到 你有想到說 辦公室會有蛇站在門口嗎 很可怕喔 對 我就遇到 所以你是會有到尖叫的程度嗎 不是 我就是... 你跳上椅子的時候 總要做一個比較娘的動作吧 不可能是安靜的就要上去吧 因為會尖叫之類的嘛 我沒有尖叫 我是趕快這樣聽到 OK 那如果你們黃良一夢要玩恐怖箱 然後手要放進箱子裡去摸蛇怎麼辦 誰要玩這個 這樣的節目都停了啊 對 那所以說 不一定...不一定是說 你們兩個不是搭檔嗎 你們兩個自己為什麼不互相接話 你為什麼一直要把它弄成 可以見到的感覺 黃老師的話很難接啊 然後你跟著... 如果你真的接了喔 他就跟你深層的聊下去了 對... 就是你們剛剛兩個就中計了 真的... 沒有 其實我喜歡跟康永聊天 所以那個蛇的事情 對 所以這個等於就是 你們那時候新節目要開播了 來節目宣傳 對 所以等於第一次在康熙合體 就這一次 那之前都是分開上的 是... 但是那一次的感覺 這是各講各的 好像不想接對方話 我剛剛看的郭文老師 接了那麼多話 終於可以理解 為什麼你會不斷的翻白眼 那玉瑩哥 那如果你是製作人 你看到兩個主持人 是這樣的一個狀況 你要怎麼調整他們 我跟你講喔 這個有時候要讓它自然發展 那個主持人呢 搭檔有的時候是像兄弟一樣 很有默契 很溜 這樣子 但是那樣的節目 不代表一定會成功 那相反而的節目呢 就像我剛剛講的 離心離德 那樣的節目呢 有時候還能撐很多年喔 對 過去很多大型的眾位節目 我也不方便講 因為他們都是大哥 其實我們也都聽過 是不合的 但是那個節目一做 做十幾年了 我還聽過製作人 一個節目做了二十年 從那個節目開播第二年開始 就跟那個主持人鬧翻了 沒有講過一句話 那往後的十八年呢 沒有跟主持人講過一句話 那個節目做了二十年 說真的 史上喔 這個節目有搭檔的喔 其實真的喔 就節目越成功的 你們看一下 Google一下以前的資料啊 很多有搭檔的這樣的節目 好像都有這個問題 真的 對 那這個是王台大間諜 另外這個節目老實講喔 我真的是剛剛才聽到 剛剛我們提到一個節目叫做 老闆請用我 老闆請用我 你有聽過這個節目嗎 評量你講 真的沒有 好像這個集數沒有那麼多 這個老闆請用我的主持人是誰 那個徐薇跟何榮 厲害了吧 那個因為做不長 所以大家已經不太有什麼印象 那為什麼會找徐薇跟何榮呢 那也是因為他們兩個在康熙來了 有合作過嗎 沒有 聊了一個話題 當然就是跟這個存錢有關啊 有關係 跟這個職場有關 所以呢也被網羅來成為這個主持人 那我們來看一下他們兩個 上節目的一個精彩 來 請看 所以妳是不去KTV的嗎 還是妳不唱黃國文的歌 我不會唱歌 剛剛國文老師才提到 其實我大學的時候 曾經被鄉城唱片挖掘過 因為那時候很流行那種校園歌手 他們先來台大校園找行隊的 然後就把我抓去做做造型拍照 然後讓我唱一些簡單的歌 聽說徐薇有照片 她穿歐巴桑衣服的照片 被學生嫌棄是不是 妳有穿歐巴桑衣服去教書喔 不是 就我那時候我家... 家齡很窮 我媽在市場擺攤子 都是賣那種婆婆媽媽穿的衣服 所以呢 我就穿我媽市場賣的衣服 最簡單省錢 然後我穿了以後 我媽給她這樣洗一洗 然後又躺一躺 用她去賣 所以看起來是真的很老氣嗎 對 很老氣 所以我剛進南洋街的時候呢 作獎有點不好意思 怎麼樣 因為他們都說 但是呢 我們就遠一點就過去了 太多了 因為大家這樣可能會聊更多 所以就只知道按鈴帶鍋 其實這樣比較好簡單 重點是妳的穿著品味 好壞 然後呢 說我的穿著 但學生都在笑啊 就會傳說有一個西班老師啊 很年輕的老師怎樣怎樣 他穿衣服好土喔 好老氣喔 最後傳到我的耳朵裡來 我發現我在看看我以前的照片 真的就是歐巴桑的衣服 很鬆啊 很鬆 就花花的花襯衫啊 長群曲 所以妳為什麼不唱KTV 不是 剛剛我有跟國文老師講 那時候他們到校園嘛 然後我就相成唱片去 就是有栽培我大概一個多月 是 然後終於有一天就戴了耳機 然後要我試唱一條歌 我就好高興唱啊 唱完以後就說好...也錄音起來 然後回去等通知 然後就再也沒有聯絡我了 妳唱歌是什麼風格 我剛剛有請唱一段來看看 我剛剛有唱...可以唱嗎 國文老師在這邊 可是國文老師他鼓勵我出唱片 唱兩句我們聽聽看 後來我終於明白了 等一下 這是後來嗎 是後來那首歌嗎 是劉若映的後來 對... 什麼... 哇奧代表什麼意思 都聽不出來 不是 他那個一開口 但後來真的很像就是 他是一個創作者 他完全是... 完全離開了原曲耶 我真的喔 跟他一起出生入死 採訪新聞的那個開車的駕駛 有幫他擋過子彈是不是 還有地震的時候 那個石頭滾下來之後 然後他鋪在他的身上 不是...這個我要說明一下 這不是說不借人家錢 因為你關係不是... 沒有好到那種地步嘛 唐唐一個主播 怎麼心會跟石頭一樣 地震不是幫你擋過嗎 沒有耶 那個純粹就是什麼 剛剛是我們自己想的嗎 純粹就是 你知道你當記者的時候 你常會坐採訪車 採訪車會有駕駛 那有的時候會聊個兩三句 那慢慢就會比較熟 可是那個熟不到這種 很熟的地步 對啊 他載了你出生入死 深入災區等等的耶 出生入死那是一回事嘛 但是你要想的是 也沒有出生入死 又沒有載過去採訪過張錡明 那種什麼 等一下颱風的時候 不是大家都要在風吹雨打嗎 他如果不載你們 你們得走路或搭計程車耶 好...我借啦... 就借了嘛 所以那個價值給你借多少 十萬塊錢啊 好多喔 十萬塊錢算很多耶 可是他是主播借十萬塊 算是... 那你借他多... 你應該回饋比方說 那我只有兩萬 沒有 我就直接跟他講說 因為我錢是... 都是太太在管 那... 一毛都沒有借他 一毛都沒有啊 我要先講 因為那時候我從... 因為我從一個新聞台 換到另外一個新聞台 那已經很久沒有聯絡囉 然後呢 突然打電話來跟我講說 最近他手頭很緊 然後他是不是可以掉一些頭寸 因為大家今天講致富之道 結果何蓉講的是這個故事 是 這死不借錢 死不借錢 對 見死不救 鐵石心腸 沒有 所以我就跟他講說... 我就跟他講說 披著羊皮的腦 沒停 好可憐喔 我就跟他講說 因為我的錢 這也是得來不易的嘛 那問題是我的... 今天都有借KIDO錢 沒有 如果今天... 假設如果... 我們跟你借 你會借是不是 當然會借啊 真的 如果你跟我借 我一定跟你借你 你覺得他會還 年收入800萬 他還需要跟我借錢 你這個話一講出來更沒人性 更沒人性 對 他只借給能還的人 不是 真正有需要你反而不借 沒有 有的時候其實借錢 要救急不救窮啦 你知道嗎 因為你聽得出來他其實不是... 他不是那種急 他是窮 不過我救過... 因為窮不就... 不窮幹嘛跟你借錢 對 你如果要講好了 你借給能還的人 他能還幹嘛就要借 對啊 你這個道理 我覺得不對 可是... 不是 白天也可以加入 禱告 你真的要禱告 求上帝圓 求上帝圓 但我說一個原則 其實在某程度 最好不要借人 你如果真的要借錢給別人 就不要期望他還 對 因為何蓉這樣 教我們的支付之道 就是不要隨便借 對不對 不要坐寶 因為你已經知道 他不太可能會還那筆錢 而且你要去跟人家討錢的時候 有的時候我們... 因為我們比較厚道是 我們跟人家去討說 你要不要還我錢的時候 你說不出那個口耶 我有個經驗 有的時候要等人家來還你 你才願意 你叫徐薇現在年收入這麼高 然後他還在記瓜那件事情 他還在氣他那個大學同學 怎麼會那麼 narrow mind啊 不是 沒有...那是一個恐怖的經驗 我後來借很多很大筆的錢 這裡都不要說了 對 重點是我覺得借錢出去 妳大學的時候借過一筆少錢 重點是說借錢出去 一定要認為這錢是拿不回來 拿不回來的啊 可是我年紀小的時候 不知道這個道理 我那時候大學 那是一個很緊急就要救急嘛 我們那時候非常保守 我有一個同學是社團認識女孩子 她一直胃不舒服 以為自己胃痛 對 然後陪她去台大保健師一看 醫生說你胃還好啊 後來才發現其實 她為什麼不知道自己懷孕了呢 她在想一想 你怎麼可能她會懷孕自己不知道 就想到數月前有一個派對 那天喝醉了 一夜前 她自己不知道的 現在是因為那個人... 是因為那個人不還你錢 你現在是要報仇 把她來... 我沒有說他是誰請 因為她現在不在台灣 我知道她... 妳要不要把林憑講出來 不是 因為你不在台灣 在海外看到嗎 把國家說出來 沒有 這一世紀太那個了 妳真的是最毒婦人心耶 不還幾天毀掉人家名耶 妳不知道我當時做了什麼事 什麼事 大家兩個女孩子就很害怕 她只跟我講 因為我是陪她去看 醫生當著我們面說 妳懷孕了 然後兩個大二下學期的女孩子 妳說我們怎麼辦 我陪她去那種 自己翻電話簿找到那種婦產科 對 醫生願意做的 很可怕耶 然後我還在外面 看到她這樣腳張開來 我在外面都在抖 然後醫生說好 有人簽手術的 同意說我簽耶 我什麼都不懂耶 然後我就簽 簽完以後她就很虛弱 做完手術出來 醫生還給我們看她弄的東西 請把故事的重點講出來 不需要聊這些手術故事 對 重點是那個手術費要簽 多少錢 然後她... 不然呢 不然妳會為醫生做高級 沒有 要兩萬多塊 那她只有幾千塊 那我在補習班教書 可是對我來說也是一筆 滿多多的錢 妳那時候教書一個月 可以到五萬了吧 沒有...我大二大三 在這兩三萬而已 可是她剛剛說她有些錢 要拿給家裡面 對 我錢都是屁我媽腳貸款 你們小蟹鬼 在談正見上 原來有這麼多的節目 是因為康熙而被催生出來 真是太感人了 而到底還有哪些節目 也是因此而誕生的呢 穿越康熙我們下集揭曉